后学感谢天师的老鼠尿、鼠尿石碑 领导、副领导及各位老师的苦心栽培 让后学今天再次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家人一起分享君子有酒师 君子有酒师这个题目 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两集的这个君子有酒师的部分 我们现在呢 再来跟各位家人一起复习一下 君子有酒师是哪酒师呢? 那我们可以一起再拜读一次 孔子曰 君子有酒师 士师民听师聪 舍师温 茂师公 言师中 士师尽 疑师问 奋师难 见得师义 那总共呢是有这酒师这酒师的部分 那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上一次就跟各位家人分享到疑师问 疑师问这个部分 那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疑师问呢 它其实就是说有问题 有疑问 那我们就要去想一下说 去想一下说到底这些问题是怎么样发生的 我们呢 我们呢也要自己 要自己 自己有问题的话就要去学习去发问 去发问 去问 我们 比我们知道 知道这些答案的这些 这些家人们这样子 最重要的也是要去做到不耻下问 不耻下问这一块 那 要去做到不耻下问 其实有一个 很难做到的地方 就是要把自己归零 那我们之前呢 先佛来慈悲的时候 常常跟我们讲说 一个叫做空杯理论 空杯理论 就是说我们人啊 常常会觉得 我们人不要过于自满 什么叫做自满 自己 自我满出来的 满出来的 我们这个人 其实内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如果说你填了太多的自己 你填了太多的自己 那是不是就 没有办法再 容纳人家给你的一些 知识 或是一些建议呢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会 适时的 把自己掏空 把这一杯水 把你这个 满满的这杯水 把它倒掉 把它倒掉 这是一个空杯理论 空杯理论 唯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去接受 人家的一些教诲 那甚至于他有办法去接收到上天 给我们的这些词语等等 那之前在汉朝的时候 有汉朝的一个宰相叫做张良 各位家人应该都有听过 他就是伴随着我们的汉高祖 就一起打天下 一起打天下 统一 统一天下 然后呢 就是建立了汉朝 这个王国 那在张良他小时候 其实就是 其实就已经名满天下了 就是一个 非常的有名的一个 有学士的 有才华的 的一位士子 那呢 有一次呢 有一次他就经过一座桥 在桥上就看到一个老人 就坐在这个桥上 然后这个张良看到他就觉得这个老人家怎么看起来 就古古怪怪的这样子 他就东看西看了 又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后来老人呢就看到张良走近的时候就把这个 鞋子 他脚上的鞋子就 踢到这个桥下面去了 然后就很不客气的跟张良说啊 小子啊小子啊小子 我的鞋子掉了 去帮我把我的鞋子捡回来 那这时候张良听到也心中也不以为意 就去把这个鞋子就把它捡起来 要准备还给这个老人家 这时候老人家又说啊 小子啊小子啊小子啊 赶快帮我把我的鞋子穿好 这时候我们张良仍然是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就恭恭敬敬的帮他把这个鞋子穿上去了 那这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跟张良说啊 哇这个小子啊你实在是不容易啊 我这样子这个讲话的口气 讲话口气这么的 这么的不尊重 你仍然可以去帮我去捡我的鞋子 那甚至于也把我的鞋子穿上 这实在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到这个桥上来 我有一个好东西好法宝要传授给你 对你以后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个时候张良听到了就非常的开心 他就说好那我明天早上就一大早来这个桥上 再去来见一下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家 那后来隔天一大早 一大早那张良就 张良就还没有天刚亮还没有吃早餐 就赶快接近忙忙的 跑到桥这边 要来找这位老人家 那可是一到桥这边所才发现到 发现到这个老人家已经在桥上等了 这时候呢这个老人家就跟张良说 孝子啊孝子你来的太晚了 你这么的不守时 我怎么可以把这个法宝传授给你呢 这样子啊你明天早上再过来一次吧 好于是呢 这个张良就 就没有办法就只好回家了 那隔天呢张良就想说好 那我这次呢就更早一点 我就在半夜三更的时候 就是大半夜的时候我就到这个桥上 去等这个老人家 我一定会比他早到 那于是呢后来隔天 后来隔天 我们的张良就 大半夜的就到 桥上这边去 准备要去等这个老人家 结果没有想到一走到这个桥啊 就又看到这个老人家又在桥上这边等他 于是呢 这个老人家又说孝子啊孝子 我要把这个法宝传授给你 你怎么还是一样这么不守时呢 你要有这个虚心的态度 你要比我早到 我才有办法把这个 法宝传授给你啊 你这样子不是一个 要去求教于人的一个态度啊 于是呢后来张良没有办法又只好回去了 后来呢 后来呢当天晚上这个张良就想说好 我就吃完晚餐之后 我就到这个桥上去等这个老人家 于是呢张良就赶快晚餐用完之后呢就到这个桥上要去等这个老人家 等啊等没多久呢就发现到这个老人家从远处走了过来 这个老人家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说好啊小子你这次 你这次总算遵守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间的这个约定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 这个这本 这本这个 黄石公书传授给你 这本书对你之后呢去 帮忙这个 帮忙辅佐这个军文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让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于是呢就利用了这本书 我们的这个张良呢 后来就是辅佐我们的这个汉高祖刘邦就建立了汉朝 那所以啊其实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 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 即使是像张良这么的有学士 的 一位 已经当到一个丞相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才 非常非常有这个智慧水平的 一个人才 他还是一样遇到 遇到 一些奇遇的时候 他就知道 在这个时候当下必须要把自己 所有的一些自尊啊 所有的一些 一些 自满的部分 全部都要把它掏开 把它放开 让自己重新归礼 重新归礼 这样子呢 才有办法 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有这样的机缘 有这样一个奇遇 才能够创造 这么好的 一个工业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 在我们在佛堂学习的话 其实也就是要去 教导我们 怎么样把这些 我们本身不好的 一些脾气啦 一些毛病啦 把它拆除掉 把它 把它秉除掉 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圆妥妥的 一个最良善最美好的 一个良心本性 这样子 好 那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憤思难 憤思难 那憤思难呢 从字面上 从字意上 来解释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 太意气用事的话 太意气用事的话 我们有非常非常有可能 非常非常有可能 会有不好的后果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在 愤怒的时候 之后 会有产生 什么样的后果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常常也都知道说 我们 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些前辈啦 或是一些 看一些书啦 会跟我们在讲说 当你在 在 非常生气 非常愤怒的时候 你不要轻易的 去做任何的决定 那也不要 非常冲动的 去做一些行为 这可能会有一些 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 曾经 曾经有一 有一对父子 这个儿子呢 他从小 脾气就很大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发脾气 然后骂人 碎东西啊 等等 就是脾气非常非常的 打 那 后来呢 后来 有一天啊 这个父亲啊 父亲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就是每天啊 就是 出去啦 就跟人家吵架啦 甚至于打闹啦 等等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那有一次啊 这个父亲呢 就跟他说 儿子啊 儿子啊 如果当你 当你今天 你发了一顿 你发了脾气之后 你发了脾气之后 我们家 我们家的这个后院 有一棵 有一个柱子 木头的柱子 你就拿这个 钉子啊 就把那个钉子啊 就钉一根钉子 在这个柱子上面 在柱子上面 那 后来呢 这个 儿子啊 儿子啊就听父亲的话 听父亲的话 就听父亲的话 他就是 每次一发脾气的时候 就钉了一根钉子 在这个柱子上面 那后来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当他再发了一顿脾气 再把这个钉子 钉到这个柱子上面的时候 他才发现到 哇原来我在这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钉了这么多的钉子 那也就代表说我这一个礼拜 发了这么这么多的一些脾气 他就开始在想 开始在回想 开始在反省 为什么自己会有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为什么自己 脾气会这么的暴躁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先跟自己说话 就说 那我 感觉这样子其实 他就开始意识到说自己的一个 非常非常冲动跟不好的地方 他就开始说好 那我开始试着 努力的开始扫发一些脾气 于是呢后来慢慢的调整 调整 后来 他意外发现到说 今天我没有再定任何一根钉子 一根钉子的 他就很开心的就跟父亲说 父亲父亲父亲 我今天竟然没有 今天竟然没有钉下任何一根钉子了 这时候父亲也非常非常的替他开心 他就跟他说 好儿子 之后呢 再之后呢 如果说你每一天 当你今天一整天 今天一整天 都没有 发过一次脾气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 拔下来 可以把一根钉子拔下来 这个儿子听到 他就想说好好好 那我就听爸爸的话就这样做就对了 那于是呢 在隔了没有多久 在隔了没有多久 这个儿子啊 就把这个 那个柱子上面的这个钉子全部都拆下来了 全部都拔下来了 那拔下来之后啊 他儿子就很开心的跟这个父亲说 父亲父亲父亲 我今天啊终于 把这些钉子全部都拆下来了 都拔下来了 这时候这个 父亲啊就带着这个儿子 到这个柱子的前面 就跟这个儿子说啊 儿子啊儿子 你看喔 这根柱子上面的这些孔啊 这些洞啊 是不是 您当初 用这个钉子打进去 所造成的洞 这个儿子就说 是 就是我那个时候 因为有生气 所以 用钉子钉下去的洞 这时候爸爸就说啊 父亲就说啊 这些洞啊 其实 就像是你在发脾气的时候 不管你的言行 举止也好 伤到了对方 于是这就是对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 这些洞就是对方心里面的伤口 那这些伤口有没有因为你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就好了 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说你所 以前的一些冲动 会在人家的心中 造成一些不可抹灭的一些伤口 就是说我们从今以后 就是要开始 去反省自己 不要因为这么一些冲动 一些 非常 一些不好的举动 然后去伤害到人家 去伤害到人家 所以 有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每当我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跟 对方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不管是 您出口伤人或是他出口 伤我们 两边其实心中都会有一些 没有办法 符合的 没有办法去扶贫的一些窗口 一些窗口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要去 反省 要去知道的 一些事情 那 再来就是说 我们 也不要就是说因为人家 愤怒 有一些冲 有一些 冲突 一些争执 就把他 放在心里面 我们要试着 学会放下 要不然就像刚刚那样子一样 就是动在你的心上 你的心上 你如果说一直记着他 他就是会一直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美好的事物 把它填起来 把它填起来 像我们常常在可能在一些心理学上面 一些的一些科学上面就会讲说 其实愤怒啊 愤怒 愤怒 愤怒其实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 我们自己 来惩罚我们的自己 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说 别人犯了一些错 别人犯了一些错 像 别人犯了一些错 比如说可能打个比方好了 打个比方好了 他可能 他可能去摔破一些东西啦 或者说 摔破一些东西啦 或者说可能伤害到我啦 或者是说 一些 一些伤口啦 或者让我受伤等等 这些事情 那有些时候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他既然是无心之过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在 这些事情上面 常常很多时候 人非圣贤 俗能无果 有些时候 不是他故意的 那就这样子 就过去了 我们常常在佛堂也会学习到 什么叫做因果嘛 有因必有果嘛 有些时候 人家对我们不好 是不是我们可能 也许是 你从一个比较 宏观的角度去想 那是不是我们可能 之前有一些些 因缘 或者说我们前辈子欠他什么啦 这等等的 我们可以用因果的方式 把它化解掉 我们可以转个念 转个念的方式 去把人家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忘记掉 然后甚至于把它 把它化解开来 那这样子其实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伤口 心里面的伤口把它 填起来 过了就过了 如果你只是一直 记着 他去做这件事情 那 其实你的心中不会 太好过 你心中就永远就只有 充满着满满的 愤怒而已 满满的愤怒而已 眼中就 再也看不到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美好 美好的一些事物 那 或 再来就是说我们 刚刚有讲过说 其实 愤世难嘛 其实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 生气的时候要去思考一些后果 要去思考一些后果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会学习 要去学习 要去做一些忍耐 的一些工作这样子 那 之前 之前 很久以前 有一个商人 有一个商人 他常念 在外经商 有一次年关将近的 他就要回家 回家 想吃个团圆饭嘛 他就想说 到经过这个城市之后 城镇之后想说要买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带回家给老婆 这样子 那这样在街上 逛着 走啊走的 走啊走的 就看到一个 人 就拿一个布条 就写着 卖祭语 卖祭语三个字 他一看到啊 就写得很有趣 很有趣 然后就问一下这个 卖祭语的 这个 先生 就说 你这个祭语 是在卖什么东西呀 那这个 先生就说 我卖的这个 就是一个 卖的是一个 智慧 这个祭语当中 充满了满满的智慧 于是呢 这个商人就问说 这个怎么卖啊 这个 这个 先生就说 这样吧 你我俩 算是有缘 算是有缘 那今天 我这个祭语 就半买 半相送 我就算你十两就好了 那这个 这个商人想说 一定是非常非常 宝贵的 一个祭语 于是说好 那我就给你买了 这个祭语 那这个祭语上面是写着 就是说 向前散步 想一想 退后散步 想一想 称心 起 要失了 旗下怒火 追几下 就这样的一个祭语 那这个时候这个傅商听到就 心情就开始 就说 这样子 短短的四句连 你就要收我十两 那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这样子 那 可是那时候时间也晚了 他也要赶快赶回家了 就算了 就这样吧 也就是赶快 就东西收一收 赶快 起乘要回家去了 那后来到了家里面以后啊 那时候已经很晚的 半夜三更了 就是灯都已经熄灯了 他就进到家门 然后 也就想说就是 捏手捏脚 就是 就是 非常非常小声的 进入房间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啊 就 这个时候点起蜡烛 一看 奇怪 怎么 这个床啊 床下 除了太太的鞋子之外 还有一双 男人的鞋子 这个时候 这个商人 一看到这个情景啊 这就是火冒三丈啊 就想说 啊 我的太太 竟然 趁我就是在 外面工作的时候 外面工作的时候 这样子做出这么 不知羞耻的事情 于是呢 就很生气 就到厨房这边去 就去拿了一把 拆刀回来 拆刀回来 然后再回到房间 这时候 要准备要把刀子举起来 把这个床帘掀开的时候 就突然间脑中闪过 这个先生的际语 先生的这个际语就是 望前三步想一想 望后三步想一想 称心 起始 细施两 席下怒火 最吉祥 这样的一个际语 于是呢 他就 他就把这个刀子啊 就这样抓在手 放下来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望前走三步 望后走三步 望前走三步 望后走三步 这样来啊 来来回回 来来来回回 这样的走路 后来这个老婆啊 就听到这个 这个脚步声嘛 就醒了过来 把这个窗帘一打开 窗帘打开一看 看到自己的 先生回来了 他说 想 都是 就看到就先问了 你 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你用过晚饭了没啊 这时候 这个富商 看到 这个老婆 老婆的这个 脸表情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然后他自己也懵了 就想说 就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于是呢 就先问了这个老婆 就说 为什么 我们的床 会有一双男人的鞋子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做一些勾鞋之事呢 这时候老婆啊 就老婆啊 就揉着这个 碎眼心上的眼睛啊 就跟这个 先生就说 跟这个商人就说 没有啊 因为今天 今天是除夕夜啊 今天除夕夜 那 人家除夕夜 人家除夕夜 就是要 全家都要在一起嘛 吃团圆饭 吃年夜饭嘛 那 因为你这么晚了 你还没有回到家 那我想说 你是不是就不回家了 那 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把你的鞋子 放到 我们的 床边 放到我们床边 就代表说 我们 这样子才是一样 我们两个夫妻 同床共枕 这样的一个意涵 这样也是 比较一个圆满 讨个吉利 这样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就把你的鞋子 拿过来就放到 这个床边 这不是其他人的鞋子啊 然后这个时候商人啊 听到这个太太这样解释之后啊 开始 惊觉到说 啊 原来 这个 这个鞠语啊 真的就是 因为这首鞠语 充满智慧的一个鞠语 让他 擬平了这样子一个 非常非常价命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劫难 一个结束 这样子 所以其实当我们这个 一些怒气 起来的时候 要学习先hold一下 就是先 先让自己 深呼吸一下 或者是说 转换一下 情绪 情境 那也许就是 在这个当下 我们就是 如果有办法 那就是 转换一个空间 或者说先离开这个现场 再 做一些 比较 就是让自己 转换一下心情 其实这样子 往往会让事情 会去除得 更圆满 不要在非常 冲动的时候 去做下一些决定 往往 往往会造成一些 不好的一些后果 那我们在中国字里面其实也非常的有趣 就像说我 就是我这个字 其实就手上拿着一把 那个鸽 就是一个 一个毛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要尽量的 尽量的 不要让自己的我太膨胀 不要让我这个我去做到一个太膨胀的 一个地步 这样子 试着去用同理心 去 去化解掉 这样子 其实 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很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事情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见得思义 见得思义 那见得思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从字意上解的话 就是说这个利益当前然后得就是得我们所得到的一些钱财 或是一些利益 在我们 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 理 理应得到的 有没有符合这个义理 有没有符合这个义理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就说君子育于义啊 小人育于利啊 也就是说 君子啊 君子他在义的 他在义的就是要如何去培养这个高尚的品德 在义的就是这个义理 那小人 小人就是贩子 可能一些德性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人 他们往往就是会沉迷在 去追逐这些利益 当中 追逐在这些利益当中 所以往往就会有造成因为这些利益的一些 争夺 争执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 像比如说像 我们 可能在我们一些工程的部分 可能像一些台湾的一些公共工程啊 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 什么 豆腐渣工程啊 或者一些什么一些汤污啦等等的 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有没有符合义理 没有符合义 这些事情 那甚至于像我们有 之前有 在可能在十几年前也常常就是听到什么海沙屋 海沙屋它就是用一些比较不好的建材去盖房子 所以整个这个房子的结构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些 这些 我们把它称为不法的一些利益 这不是 我们修道人 要去 要去取得的 也不是 所以我们要去 认真地去思考哪些是我们应当去 去得取的 那 在孔老夫子的弟子 那个炎灰 炎灰夫子 之前有讲过他的一个故事 现在又是他的另外一个故事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炎灰夫子 一单是一瓢银 居肉巷 人也 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家境非常非常的清寒 清品 家境非常非常的清寒跟清品 可是他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 这个 自得其乐 就是 人也不堪其忧 悔也不堪其乐 就人家就觉得 哇这么 贫穷的日子 怎么可能有办法好好的 生活下去 可是我们的炎灰夫子就 非常非常的怡然自得 怡然自得 他不因为这样子生活贫苦 就认为是苦 那我们的炎灰夫子 炎灰夫子 他就是 在孔老夫子 门下学习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贫穷嘛 后来 有一次 他的一个同学 他的一个同方圈不见了 同方圈 同方圈 同方圈就是 一种同坐的指正 指正 就是 蛮值钱的 蛮值钱的 这个同学的 这个同方圈不见了 同方圈不见了 那 这个同学啊 这样左看右看就 觉得 一定是 炎灰 炎灰夫子 偷的 因为 这个炎灰啊 他们家最穷 所以他 他这个是最有动机的 最有动机的 于是啊 就 一开始认为是他偷的 他就 开始呢 跟其他的同学说 我这个 同方圈不见了 一定是炎灰偷的 就这样子 一船十四船版 然后后来呢 这件事情啊 就传到我们的这个孔老夫子 儿中去了 那我们的孔老夫子呢 他非常非常相信我们炎灰夫子的 这个品格 那就把这些种地子 这些招来就跟大家讲 就说 这个同方圈不见的 这个 这个同学啊 他的 呃在事发的当下 其实没有人看到是炎灰夫子 偷了这个同方圈 没有目击证人 但是呢 即使 即使我们的孔老夫子 非常非常相信 炎灰夫子的一个为人 他也没有证据 去证明说 是炎灰夫子 炎灰夫子没有偷 于是呢 就跟这个同学讲 就说 他你的同方圈不见了 没有人看到 是炎灰偷的 而我现在 我也没有办法证明 不是炎灰偷的 那只是说 如果说我们 一直 一直污赖 一直说 是也会偷的 那如果之后 最后真的不是他偷的 我们是不是 冤枉了一个好人 去 败坏了一个君子的一个 一个气节呢 那这样子吧 孔老夫子就说 那我想一个办法 那于是呢 就是 去 拿了一块 一小块的黄金 把它放到这个布包里面 然后又写 又写了一个小纸条 把它塞到这个布包里面 就跟 就跟这些弟子们就说 明天我们就把这个装有 黄金的布包 我们就放在 炎灰 他要到司祖来 上课的 这个路上 我们看炎灰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后来隔天呢 这他的弟子啊 就把这个布包就放在这个炎灰 要去上课的这个路上 后来这个炎灰夫子啊 就经过了这个路的时候 不小心 脚就踢到了 这个布包 然后踢到了就打开来一看 发现到里面 竟然有一块 金子 然后给一张纸条 给一张纸条 那炎灰夫子看了一下这个纸条啊 就笑了一下 于是呢就拿出了笔 就在纸条上面就写一些字 那就把这个纸条呢 就把它放进去布包里面 连同这个金子呢 放进布包里面去 把它再绑起来 都一样就放在原地 他就去 去上课了 这是啊 种地子啊 种地子就躲到旁边嘛 看到这个炎灰 拿起来看了一下 又写了一些字 就把它放下去 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赶快 去把这个布包打开来一看 金子还在吗 金子还在 他上面写了什么 上面就写了两句话 叫做 天赐炎灰一定金 横财不负 命穷人 那天赐炎灰一定金 这个是孔老夫子写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炎灰夫子 打开 这个布包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这个金子啊 是上天要赐给我们炎灰夫子的 请他收下来 可是我们炎灰夫子啊 一打开一看到这句话 他就写了这一句 然后就再补了一句啊 横财不负命穷人 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啊 不会有这种 叫做横财啦 就是 天上掉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财富 我这个命啊 我这个命就是一个 清寒的 清平的命 所以这是不是 我要去取的 一个 这不是我要去取的一个钱财 他对我来说是个 不义之财 于是呢 他才把这个 布包就一样放在 这个地方就离开了 所以从我们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宜慧夫子 他的德性 他品性是 多么的一个高尚 这是 即使这个钱啊 放在他的眼前 他就 他知道这不是属于他的 这不是属于他的 他就是一样把这个 这个金子就放在地上 他就 离开了 所以 不义之财 他是不会 轻易的去取的 那取了之后呢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可以跟各位 家人一起分享 有一次我们的这个佛陀 跟我们的阿难尊者 要外出化缘的时候 那就走在路上呢 就看到地上怎么刚好有一小堆的黄金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 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 看那边有毒蛇 那我们的阿难尊者 就看着佛陀指的方向 阿难就是那一堆黄金嘛 那就跟这个我们的佛陀 我们的世尊就说 是 那是毒蛇 于是呢 两个人就这样子 就经过了这个黄金就又离开了 那旁边呢 有一对的这个父子啊 刚好在耕田 听到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世尊 我们的佛陀 然后跟那个阿难尊者 讲到了有毒蛇 有毒蛇这几个字 我想 哇 这个地方有毒蛇 那赶快去看一下 是不是要抓起来 或是干嘛的 那 就是赶快的去跑到 就是 有跑到 有 跑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后来呢 就看到这个地上啊 原来不是毒蛇啊 是一堆黄金啊 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一对父子 就 就想了一下说啊 这我们的世尊啊跟阿难尊者 这个不知道在想什么 怎么 这个明明就是黄金啊 怎么会是毒蛇呢 于是啊 他们 父子俩就很开心的 就把这个黄金啊 抱回家去 从此就过着这个幸福美满的日子啊 就是 开始有很多的钱财 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 好 那后来 隔了一阵子之后 他的邻居就发现到 诶 为什么 我之前隔壁的这一对父子啊 以前很穷啊 都是 每天要去耕田工作啊 可是现在他们怎么可以开始去过一些 很好的一些物资享受的一些生活呢 这个邻居就觉得一定有一些 问题 后来就跟官府举报 就跟官府说我的邻居啊以前很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非常非常的有钱 你们可不可以去调查一下子 就调查一下这样子 后来官府啊 就到 这个 这对父子的家里面 去搜索 就发现到了他们家 这门家有黄金 有黄金 后来再仔细一看 原来这些黄金啊 是 之前 之前 就是官府这边有丢失一批黄金 就是同样的一批黄金 所以呢 这官府就认为他们是 就是去偷这些黄金的盗贼 于是呢就把他们抓到这个 官府里面 就把他们判为是这个盗贼 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后来啊 这个 因为 这对父子啊在牢中啊 也白口莫辩啦 因为 的的确就黄金在他们家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不是他们偷的 白口莫辩就只好 去接受这个牢狱之灾 在牢中的时候这个 这个父亲啊就跟儿子说 儿子啊你看那边有毒舍 那这个时候儿子就跟父亲说 是的那是毒舍 所以是不是不义之财就像毒舍一样 随时都有可能反噬我们自己 对我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的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的一些灾祸 所以在 一些钱财的部分 其实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哪些是我们 当去的哪些 是我们不应当去的 这中间 这中间的分寸 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做一些 拿捏 好 那在最后呢其实后学 就利用我们这个 师尊老大人 他在我们的这个 道场的一个班旗 重画班里面 他有针对这个君子有九师 来跟 来跟这个班员 跟我们这个同修们做一些勉励 那我们来 看一下 师尊老大人 想有这个君子有九师 这部分来为我们做怎么样的 一些 一些词语呢 我们后学就 后学就念一下 那后学会稍作 稍作解释 因为时间关系会稍作解释 让各位家人知道所以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也蛮浅白的 那在 后学就开始念 就是 眼光明 眼光明观 辨时虚 眼见为凭 否真矣 陈菜绝粮 困恶居 颜回吃饭 为大体 肉眼只见有形象 形色蒙蔽 障碍己 慧眼开真本末思 四诗明也 透彻兮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 我们 我们的这个肉眼 要去看清楚什么是实的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 就是真的 我们在之前的故事当中有提到这个 颜回偷吃饭的这个故事 包含像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这个颜回夫子 就是天赐颜回 一定经 横才不负命穷人的这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颜回夫子他是一个有非常非常 高的 一个 一个 节操 一个非常非常有修为的一个君子 他在 那个时候 陈菜绝粮的那个当下 仍然被认为他去偷吃饭 他其实就是为了不想要让这个灰尘去坏了 这一过周而已 看到的常常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会让一些形形色色的 一些事物 来蒙蔽 我们的 一些思绪 所以要张开我们的 慧眼 要去看透 事物的 一个本质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再看下一段 耳听言语 知内意 切勿 断章 取其意 也就是说 我们听到的 我们听到的一些话 有没有知道他里面的一些意思 不要 千千万万不要去做一些断章取意的 一些工作 常常不要去误解了这个意思 以而传而不可得 山人城虎乱石虚 知听思从无差谬 上下桥梁 准传地 也就是说 其实 我们要去 不要去做到以而传而 以而传而 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 像 之前后学有分享过 我们要学会当一个智者 谣言止于智者 不好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 到我们这边 我们就 停下来了 不要再传下去了 我们 像我们来佛堂学习 我们就是上天 上天跟这个 一般的 上天跟云因众生的一个桥梁 硬的桥梁 所以这些 我们唯有自己行的证 做的旨 我们才有办法 把这些上天 要教导给我们的 一些很好的道理 忠实地传达出去 让所有的一些众生 都能够听得到很好的 一些 上天的一些 词 一些词音法语 所以这是 我们要去做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桥梁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再来 颜色温和 不谦怒 千尊而光 千智里 迦勒君子 和睦亲 不以声色 明德语 色思温也 貌丝工 待人接物 进退矣 那也就是说 色思温跟貌丝工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起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颜色 要保持非常的温和 然后我们的这个 橘子 要非常非常的 恭敬 反正就是不切怒 我们随时保持一个非常和颜悦色 这样的 这样的 一个举止 一个举止 一个表现 让大家 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木 春风 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说 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加勒君子 那就是说 你们要常常的保持着一些谦虚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 保持着非常非常和善 这样子 就是可以达到 就可以跟我们所有的一些众生都能够结下很好的 缘分 待人接物上面 就不会 有任何的一些问题 再来 就是说 人言为信 当谨慎 子弟有生 言行依 以诺千金 言祭出 四马难追 私子戏 忠诚于心 福夸许 养福无愧 无满心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人 就是要 所谓的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四马难追 也就是 就是说我们要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要 确确实实的 去把它 完成 不要随随便便的就给一些 随随便便的就给一些承诺 也不要去说一些大话 再来 就是说 承接职责 存成敬 使命必达尽心力 运筹 帷幄之来物 瞻前顾后 失周密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 事事敬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圆满的达成 这个任务 这个工作 我们不要敷衍 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让他去做的一些 更好 更圆融 更圆满 一些 就譬如说像 之前 之前我们的 陈导书牛 陈导书牛上 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今天 我看到环境很脏 环境很脏 然后你可能就请一个 前线 请一个前线 拿本机过来 不会嘛 你一定会连扫把一起拿过来 这就是把事情做圆满 就是说我们要有本机 也要有扫把 才能够把这个 去 有办法去整理环境 所以就是一个圆满 圆满这整件事情 要去想得更周到 更圆融一些 好 再来就是说 即生言机 疑思问 开悟成悟 俗推矣 何思何律 殊途归 一致百律 纯真理 学而不厌 勤奋勉 叹则所影之凶己 戒于时夜不终日 不始下问 解疑惑 这个大意上 这个大意上 就是说 我们在钻研道理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些问题 一些问题 我们 除了钻研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要去想想 想一下事物的一些本质 其实像我们来佛堂 学习 求道 修道 这些 其实 常常就是一里通 万里通 一里通万里通 常常会听到这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万物万事都有它本身的一个本末 一个根源 我们要去探究到 这个本源 根源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去 持着这个中庸之道 我们不要去庸庸碌碌的去过我们 这一辈子 不懂了就问 不会了 就学 这就是一个学习 公德礼嘛 不要去 去造下这样子 好不容易修了这么好 就因为 一时的愤怒 就把我们以前的所有累积起来的寸功寸德 全部都一次都 烧毁了 要去了解到这样子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 来 也就是说我们 这些其实君子有久是讲的 就是一个道字 就是说我们要用九种不一样的 一个反省的法门来去追寻到 来去让我们能够找到 我们自己的一个最良善 最好的一个本性 这样子去实时的反省 把我们心中这些不干净的地方 撒扫干净 唯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活得更亲近 活得更自然 最后就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学就跟君子有久是这个讲题 就跟各位家人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有讲的不好的地方 那再祈求 我贤佛慈悲赦罪 再请各位家人慈悲海涵 我们就期待下次再相会 感谢